那接着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保全措施的处理了 先想一下什么是保全措施 这个无非就是查封扣押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去细分 是民事诉讼当中的保全 还是行政处罚当中的保全 亦或是刑事诉讼当中的保全了 这个无所谓的 关键就是一旦受理了破产申请了 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是应当得解除的 因为这个时候该由管理人去接管整个的财产 那这个时候管理人要把所有的财产清点一下 然后后续要去还这个破产企业的债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让它处于查封扣押的状态了 好 知道了这个 接下来是一个新增的内容 这个新增内容不太重要 稍微过一下 是法院财定受理了企业的破产案件 管理人呢 持受理破产申请的财定书 以及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 带着这些文件去找有关部门 有关的金融机构 申请解除对破产企业财产的这种保全措施 那相关单位就应该配合 好 其中如果和海关对接 申请接管处置海关监管货物的 这个得先行办解海关手续才行 好 有这么一个了解 然后再说到不解除该如何 不解除找它的上级呗 那这个尤其是说到了 我们这块采取保全措施的单位是法院 这个法院拒不解除保全措施 那我们这块破产受理的人民法院 是可以去请求这个拒不解除的法院的上级法院 让它去依法予以纠正 好 那这个大家看懂了 接着是括号二 也就是恢复保全该如何 恢复保全 这个在说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至破产宣告之前 裁定驳回了破产申请了 裁定驳回不再走破产流程了 或者是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了 总之就是不再走破产 不再走破产 那这块应当及时通知 原以采取保全措施 并以依法解除保全措施的单位 再按照原先的这个顺位 恢复相关的保全措施 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简单点 比如说原先是海关 对这个A企业采取了 针对某些财产的查封的这个措施 好 那现在A它破产了 它破产受理了 那这块这个海关就应该把这个查封给解除掉 好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这块的A 它的破产程序又被裁定终结了 裁定终结了 那现在不再走破产了 那这块原先海关它查封的那些 这个查封那些不是已经交给了A企业的管理人了吗 那现在呢要恢复回来 再重新进入到这个查封扣业的状态上去 好 那这个了解到了之后 接着就是在以依法解除保全的单位 恢复保全措施之前 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是不得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海关还没有恢复那个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呢 那你这块 也就是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是不可以解除对这个财产的保全措施的 它是在担心我们这块的财产处于不可控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相当于两块要不凤对接 对不对 你这边一解除 你那块海关就得赶紧的去接管 所以讲的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这个看到了之后呢 接下来这个补充的 也是了解的层次 说保全措施解除 这个管理员得及时通知员采取保全措施的单位 让他们赶紧的去做这个恢复保全的这个操作 好 那这个了解到了之后呢 接下来是破产保全的处理 这个我先交代一句啊 就是正常来讲其实是不需要做破产保全的 正常的话就是管理人去接管啊 我们整个破产企业的财产 就只是遇到了一些可能啊 因有关利益相关的行为会影响破产程序依法进行的事实 这个时候哎 我们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才会采取这个保全措施啊 才会采取这种破产保全啊 那这个破产保全有可能是这个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自己依职权去进行的啊 总之一定要注意背景是有关利益相关的行为影响到了破产程序了 这个时候才会有破产保全啊 那如果一切都很顺利 正常管理人去打理这个财产就行了的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破产保全了 好 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其实整个的保全部分就已经OK了啊 保全部分应该说核心的还是最开始的那句话 就是一旦我们受理了破产了 这块相应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 好 那接着来看我们破产受理 对这个诉讼的影响了 对诉讼的影响这个就会比较庞杂 那这个得分层次 得看是常规的诉讼 还是个别清常诉讼 关于个别清常诉讼 我们后续会给大家做解读的 先不用去管 我们先看这个常规的诉讼 这个常规的诉讼 我们也得分层次 得看它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那这个是在审理中呢 还是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了 还是说这个是破产受理之后的一个新官司 这个我们得分这个三种情况去看 第一种情况是受理破产申请后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官司 这个说明在破产受理的时候 这个案子还没有审完 案子还没有审完 那这个又是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那这种事情就应当终止 中间的终止是暂停下来的意思 因为这个民事诉讼仲裁 是民事方面的问题 难免会牵扯到一些财成的事 所以这个时候要等管理人 去接管债务人的财产 之后诉讼仲裁才可以继续 那这个继续是由原审法院 继续去做这个处理的 好 了解了这项之后 那下面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注意事项 说债权人已经对债务人提起的 给付之诉 破产申请受理后 那这个还是得继续去做审理的 那这个继续去做审理 大家就会担心了 说这个不是对我们这个债务人 提起的给付之诉吗 那是不是这个债权赢了 那我们还得直接向他给钱呢 注意啊 不会直接向他给钱的 因为毕竟我们这块的这个 债权人要理解这是进入到破产流程了 所以即便确定了有这种给付的义务 就是债务人有给付的义务 那也只能在破产的程序当中 做一个公平的收场 所以这块的话 他得同时去申报债权了 所以你看到下面的说法 说这块不仅仅案子要继续去审 因为现在不是还没审完吗 要继续审 同时呢你得占一个位置 因为这块如果你不去做债权的申报 那后续人家都安排完了 怎么去分配了 那你再打赢官司也得不到钱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相应的做出 最终的这个判决之前 那债权人是可以同时向管理人申报这项债权的 只不过现在债权尚未确定 因为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呢 所以原则上是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这个后续在讲这个债权会议的时候 都会给大家谈到的 好 然后呢 等这个裁判生效之后 那债权人就可以根据裁判认定的债权数额 在破产程序当中去依法受偿了 只不过要注意这个利息 是算到数理时为止的 其实所有的这个债权债务都是如此 都是相应的针对破产企业的 这个债权算到我们的数理时为止的 所以利息也同样的道理 利息算到我们数理时为止 好 那这个给大家交代清楚了 其实核心意思就是 有这个债权对债务人的给付之素 这个没关系 官司还是可以继续去打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最终是直接给你钱 这个你还是得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的 还是得走申报这一套 只不过呢 哎 这个现在你做了申报 也不可能立刻有表决权的 原因就在于这个债权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 好 那这个了解到了 那接着再来看这块的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它是案子在破产受理的时候 已经审完了 目前呢 是处于执行的阶段 那这个举个小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A和B打官司 那这块打的时候一切正常 没有谁破产 现在呢 是最后判了 判的是让A向B去给钱 好 问题就在于B还没有从A那拿到钱呢 还处于这个执行阶段呢 那普通 A破产了 好 这个时候破产 那B还有办法直接从A那儿 把这个钱要过来吗 嗯 不好意思 要不过来了 这块的话你就只能走债权的申报了 谁让你动作慢呢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 是法院受理了破产申请后 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应当终止 所以现在正处于执行阶段呢 你不是没有执行完吗 那这个得停下来了 得停下来 我刚刚说了 得做债权的申报 所以由B到A的破产程序当中 去申报债权去 好 那这个有一个小补充 说物权担保债权人 对担保物的执行 这种对担保物的执行 这个原则上是可以不中止的 相当于可以直接行使 优先授产的权利 除非是遇到重振 因为重振的话 我们后续会讲到 它是需要财产的支持的 所以这种重振旗鼓 需要财产的支持 那就可以让你暂时不去行使 对担保物的优先收藏权 所以大家看到 这块有一个排除的情况 但是在担保物 为破产企业占有的情况下 你即便想去做这种 优先收藏权的实现 也得经过这个管理员 通过管理员去实现 我们这块的优先收藏权 好 那这个给大家说明清楚了 其实整个这个页面 就是想告诉你 正常这个执行程序 都是要终止的 但是如果牵扯到的是 对担保物的执行 这个不终止 这个是可以去做的 可以去通过管理员 执行这个优先收藏 好 那除非遇到的是 重整程序 明确了这一点 接着再来看扩货2 扩货2就是那种不听话的 刚刚不是说要终止吗 结果它未终止 相当于就是刚刚这个例子 明明这块的 它现在已经破产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应该 直接从A那儿 把这个钱拿回来的了 可是呢 B就拿了 就拿了 那这个采取执行措施的 相关单位 应当依法预纠正 也就是说 这块得把这个钱再要回来 也就是从B那儿要回来 给到A的这个管理人那儿 好 那依法执行回转的财产 那法院应当认定为 是债务人的财产 那这个是自然的了 对吧 因为这个不该给到B的 所以此处要拿回来 归入到我们的债务人财产当中 后续用作公平的情长 好 所以这个观点有了 观点有了 那这个执行回转 你得明确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这块被相应的执行掉了 但是不应该被执行的 因为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破产的流程 不应该被执行的 所以现在要回转回来 那就是拿回来 拿回来就是放到我们 A企业的整个财产当中了 好 那这个给大家说明清楚了 再来看我们这块的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你会发现 是破产受理之后的一个新的诉讼 也就是括号一所说的 受理破产申请后 当事人提起了 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 注意啊 大背景是民事诉讼 那这个应当由 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去进行管辖 因为这个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他处理这个破产企业 这个相应的这个破产方面的一些事物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民事方面的问题嘛 对吧 那这个也牵扯到 拿什么财产去还债的事 所以这块如果再有什么民事诉讼 那肯定也会和一些财产的事 有关系 所以干脆就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去做这个处理了 所谓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也就是债务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 这个应该没忘记 好 那现在往下走 往下走是说到了人民法院 受理破产申请之后 这个债权提起的这个诉讼 是要求债务人去做清偿 要求债务人清偿 那这个就会构成个别清偿 这个个别清偿我怎么说的呀 我说不允许 因为一旦破产受理了 那这个再有个别清偿 那是无效的 所以像这种民事诉讼 法院直接就不受理 然后会提醒你 你得向管理人去申报债权 那这个申报债权之后 如果你对管理人编的债权表 有意义 觉得这个数字不对 这个时候可以提起 债权的确认之素 这个是法院会接的这个案子 所以你看清楚 这个到底什么会接什么不会接 好 那这个就明确了 相当于正常在受理破产申请之后 有新的民事诉讼 这个法院是会管的 会管的 但是一定是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 再一个 如果这个相应的诉讼 是要求我们的债务人做个别清偿 那不行 这个法院不予受理 好 那这些都给大家交代清楚了 那常规诉讼这块 你会发现就是三种情况吗 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 那怎么着呀 这块要先终止 先中间的终止 然后等到管理人接管之后 再继续 好 第二种是处于执行阶段 处于执行阶段 那这个时候是执行程序终止 然后呢 你这块正确的操作 是到破产程序当中 去申报债权去 好 然后我们的第三种 是新的一个诉讼 新的诉讼 那是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 去进行管辖 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 去管这个案子 那如果是那种 个别清偿的诉讼 那这个法院是不予受理的 好 那接着再来进入到横顾顾二 也就是个别清偿的诉讼了 这个个别清偿的诉讼 和我们刚刚才讲的那个 让这个债务人做清偿的 还不太一样 刚刚那个很直接 就是直接债权人 要求债务人清偿 但是我们这个页面的 就会比较隐蔽 比较隐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它包括哪些种 第一个 代位权诉讼 代位权诉讼 你看这块 如果用图示表示 这个A是破产企业 这个假公司是A的债权人 然后呢 B是欠A企业钱的 也就是B是次债务人的身份 好 那我们也知道 代位权诉讼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这块的A 它消极的待遇履行 自己的债权的时候 那这块债权人 可以代替这个债务人 找次债务人要钱 可是如果这块 相应的在破产程度当中 这么去走 这个假去告这个B去 假告B 最终B还给了假钱 那其实变相达成的效果 就是B还给了A A还给了假 仔细看 A还给假 这个是不是就是向个别的债权做了清偿的呀 所以我们称之为个别清偿诉讼 但是这个肯定很隐蔽 对不对 不像刚刚那个直接讲的这个括二的条款 那么直接 好 那了解到了代位权诉讼 是一个个别清偿诉讼了 然后还没有完 我们还得看哪些是个别清偿诉讼 好 那这个就谈到了出资的问题 谈到了出资的问题 说债权人 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 八起人 和富有监督股东 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管 或者是协助抽逃出资的那帮人 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 或者抽逃出资的责任 这个我们还是看下面的小事例 说A是这个破产企业 然后呢 假公司是债权人 假公司是债权人 然后呢 这块告诉你的情况是 有股东未尽出资义务 或者是抽逃出资 那这个一旦有这种情况存在 A企业的股东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的债权人 可以在双限范围内 去找股东要钱 双限范围 一个是 一个是未尽出资义务的本息范围 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 再一个呢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A搞不定的那块 搞不定的那块 是可以追到这个股东的身上去的 当然除了可以找股东以外 还可以去找那些 和他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比如说像这个协助者啦 像这块的发起人啦 不都是有连带责任的吗 好 那现在知道啊 他是在双限范围内去找股东了 那你琢磨一下 一旦假公司去找这个股东 股东把钱掏了 那不就相当于是股东把钱给到了A A给到了假吗 而这个A给到假 是不是就是在做个别清偿呀 对吧 这个和刚刚的代表权诉讼差不多 也是在做个别清偿 好 那知道了这个是个别清偿诉讼 然后再来看人格混同的情况 人格混同是在讲我们债务人企业的股东 和债务人之间严重的人格混同了 那一旦有混同 那就应该是股东对公司的债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你看我们下面这幅图 比如说这个公司是一个债权人 比如说假公司吧 他是一个债权人 然后呢 这块A是破产企业 现在的这个人格混同 是A企业的股东和A企业人格混同 分不清什么财产是什么财产了 不知道到底是股东自个儿的 还是这块的A企业的了 为到这种情况 我说股东要对公司的债承担连带责任 既然是承担连带责任 那这块这个假公司 如果是对这个股东去提起起诉了 对这个股东去提起起诉 不就相当于是对这块的A企业要钱的感觉吗 那这个最终如果股东还给了这个假公司了 这个股东还给了假公司 不就相当于是A还给了假公司了吗 A还给假公司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不就是个别清偿吗 好 那这个反反复复的再给大家定性个别清偿诉讼 也说到了三种情况 这个都是个别清偿诉讼了 那个别清偿诉讼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呀 我们在破产的流程当中是不允许做个别清偿的 如果已经破产受理了 你还做个别清偿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个是无效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块一旦遇到这种案子 那应该怎么去处理 好 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还是得说它处于三个不同的阶段 如果是在破产受理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案子 比如说有这个代位权诉讼的这个案子 那关键就是受理的时候 它还没有审完 也就是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个别清偿诉讼 在破产受理的时候 这个案子还没有审结 没有审结 这个时候法院要先终止 先暂停下来 然后后续何去何从 我们得看这个流程是怎么去走的 得看这块到底是走破产的流程了 还是不再走破产了 这个我们来看第一条线 如果最终这个企业被宣告破产了 被宣告破产 那大家还是想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吧 我在这个页面画一下 比如说A是那个破产企业 假公司是债权人 然后这块的B是次债务人 好B是次债务人 那刚刚说了 这块是假去告这个B 对吧 假告B 我说这个是一个个别清偿之诉 因为这种情况的话 很明显 一旦我们这块的B对假做了清偿 那不就相当于B清偿给了A A清偿给了假了吗 A清偿给假不就是个别清偿吗 所以像这种案子 我们在破产受理的时候 A且的破产被受理了 那这块首先得终止审理 终止审理 然后呢 如果真的这个A它要走向死亡 走向死亡 那我们这块的假 你也别想再去走刚刚这个诉讼了 因为个别清偿诉讼 是对其他的债权不公平的 一旦对你这个假做清偿 那对其他的A且的债权不公平 所以这个案子是会被驳回的 那你这个假怎么去要钱呢 你相应的不是对A有债权吗 那你就乖乖的在A的破产证据当中 做债权的申报就行 所以这个是在破产证据当中得以清偿的 除非你换一种方法 就是你把你的诉求给改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这个假要钱 那这块相应的向B提起诉讼 我要钱 我不是把这个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的 正常代位权诉讼 这块我们的债权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 对吧 可是呢 可是我这个时候 知道你是破产程序 我要来的钱 不进入到我的口袋 进入到债务人企业 这种进入到债务人企业 那后续我们这个A 就可以拿来做公平的清偿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影响公平清偿的思路的 所以这个法院就会支持 所以要驳回的是什么呀 要驳回的是那种不公平的操作 对不对 如果你不公平 这块就想把钱要到 进入到自己的口袋 那不允许 毕竟这个你面对的是A这种破产的企业呢 对吧 所以如果你大方一些 说这个钱啊 直接要来之后 归入到债务人财产 归入债务人财产 嗯 那这个用作公平清偿 那这个法院是支持的 好 那这个第一条线OK了 接着第二条线 就是破产的这个案子被驳回了 或者终结破产程序了 不再走破产了 那你这个官司该怎么打 还怎么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恢复审理了 所以两条不同的线路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就给大家都交代好了 好 那这个具体的文字 我就不再给大家去念了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阅读一下 好 那看完之后呢 接着是括号二 括号二的话是 在讲那个处于执行阶段的情况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个别清偿制宿 它已经审完了 在破产受理时已经审完了 就是没有执行完毕 好 像这种的话 大家看一下 破产申请受理前 债权就债务人财产 向人民法院提起个别清偿诉讼 这个呢 法院已经做出生效的判决了 只不过尚未执行完毕 尚未执行完毕 那这个破产就已经受理下来了 一旦受理下来 又是那句话 相关的执行行为要终止 中间的终止 然后呢 这块正确的处理是债权到管理人那去申报债权去 好 那这个其实和常规的诉讼操作是一样的 常规的诉讼也是如此 你这块即便是个别清偿诉讼也是这个道理 好 你想一下 如果还是我们前面那幅图 是A为破产企业 然后呢 这块B是次债务人 然后甲是那个债权人 好 那现在这个官司已经审完了 现在就处于B 要向这个甲给钱的阶段 这个时候A破产了 这个时候A破产 那显然 这块没有办法 让这个B直接再去给甲钱了 B如果再去给甲钱 不就相当于B给了A A给了甲了吗 所以这个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话 那这个甲就没别的办法 它就只能到A的破产程度当中 去申报这块的一个债权了 毕竟它是我们A企的这个债权人嘛 所以这个只能走这种方式方法 好 那这条OK了 那现在再来看的是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就是 破产受理之后的新案子 新案子又是一个个别清偿诉讼 不用想了 这个案子法院肯定是不会受理的 所以这个不受理 是我们先得出的一项结论 然后接着往下 再来想 我们这块的债权人该怎么办呢 债权人就想了 比如说这个故事的背景 还是A为破产企业 B为次债务人 那这个甲是债权人 好 你发现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提 这个个别清偿的诉讼了 这个甲没有办法去告这块的B 没有办法告B 那这个时候甲又知道 我们A有这么一项债权 那怎么办呢 肯定是会相应的去催我们 A企业的管理人 去做这个追收的 对吧 他会让A企业的管理人 找这个B去要去 这个一旦要过来了 要过来了 那归入到我们A企业的财产当中 那这个对债权肯定是有好处的了 好 那问题就在于 如果这个管理人不听话 他没有去进行追收 这个没有去追收 那我们这个债权肯定很生气 肯定希望换掉这个管理人 那这个换掉管理人 不是你说换就换的 这个得申请法院去进行更换 而且呢 是谁申请法院 是我们这个假吗 注意 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这个时候就得是债权人会议了 是得债权会议去提出申请 申请法院去更换掉 这个不听话的管理人 好 那在这个换管理人之前 那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还得想这个办法 对不对 想这个办法 那这块还得找这个币要钱去啊 哎 这个找币要钱 嗯 注意 是我们的假啊 它可以代表全体的债权去做了 注意啊 这个时候 也是假去告币 但是这个假告币 和前面那个就不一样 前面那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现在是为了大家 为了大家 那显然 要过来的这个钱 嗯 怎么着呀 肯定就是归入到我们的破产企业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假的这个腰包啊 这个是进入到A企业的这个财产当中了啊 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的一条线就给大家分析好了 好 那这个具体的文字部分就说到 首先破产受理之后 这个债权就债务人财产 再去向法院提起个别清偿之诉 法院是不予于受理的 然后呢 这块债权人就只能通过债权会议之类的地方 要求管理人去进行追收 如果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了 那这个时候想换管理人是得找法院去进行更换的 而且不是某个债权去提 一定是债权会议去提 好 再者如果管理人不予追收 这个个别债权可以代表大家去提诉讼 但是这个代表诉讼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要回来的钱不是进入到自己的腰包 是要相应的去归入到我们的债务人财产当中的 所以是这么一个操作 好 那这个都OK了之后 我们针对个别清偿诉讼去做一个小结 如果这个案子是尚未审结的 那先是终止 后续看我们这块的一个 这个破产流程会不会继续下去 如果最终宣告破产了 那你这个债权人就没有办法继续打 这个个别清偿的官司了 这个时候就只能把你这个案子给驳回去 把你这个案子驳回去 你只能到破产程度当中去做这个债权的申报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破产的这个事被驳回了 或者终结了 那不再走破产流程了 那你原先的个别清偿之素是可以恢复审理的 所以有可能驳回你的案子 也有可能恢复审理 好 再者如果现在处于执行阶段 那就应该终止执行 你去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去 好 再一个就是受理之后的新诉讼 这个新诉讼如果涉及到个别清偿诉讼 那这个法院是不受理的 当然这块你看着 明明我们的这个破产企业有一笔债权 那却没有去要 没有去要你可以怎么办呀 你可以要求管理人去进行追收呀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个别清偿诉讼的一个相关处理 前面针对常规诉讼怎么办 我给大家手画了一个图 对吧 现在呢 又有一个表格的总结 其实关于诉讼该怎么去对待 就完全的说明清楚了 好 那现在来练一道一二年的单选题 说甲公司应付债被债权申请破产了 这个法院受理了破产申请 问下列行为当中符合法律规定的是什么 那这个A选项 甲向乙清偿了18万元的债务 这个你看到我们的甲公司 它是一个破产企业 破产企业再去做个别清偿 在破产受理之后再去做个别清偿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无效 好 所以这个是不合法的 然后被选项 管理员为了维护甲公司的利益 解除了甲公司与丙公司 定立的双方均为履行完毕的保管合同 这个可以的呀 对吧 这块管理员确实是有这个选择权的 然后再来看C 是丁公司向甲公司清偿了20万元 那这个甲它是破产企业 丁现在向甲清偿 说明丁是一个次债务员 可是到了这个破产受理之后 你次债务员再去做清偿 不是给到甲公司 是给到管理员才对 所以这块给错对象了 好 接着D选项 已法院应民事执行需要查封的这个甲公司的一栋 已出租的这个门市房 这个说啊 门市房的这个啊 事情是继续执行的 是不予以终止的 这个是如此吗 这种执行的程序是继续吗 不是 我们一旦受理了这个破产了 受理了破产 那现在还没有执行完毕 那执行程序是应当终止 所以不予以终止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这么一分析符合规定的 那就应该是我们此处的B选项了 好 那这个理解好了 接着再来做一道15年的单选题 说14年的11月3号 法院受理了甲公司的破产申请 现在说到的是下列已经开始 尚未终结的 与甲公司有关的民事诉讼当中 属于就债务人财产 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的是什么 好 大家看一下这块是甲公司破产 那这个A选项 说股东已 以甲公司董事长决策失误 导致公司损失为由 对这个董事长提起诉讼 对这个董事长提起诉讼 你琢磨一下 这块是相应的一个股东代表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 那这个是为了公司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 最终呢 这块的这个钱 是赔给这个公司的 赔给这个公司 那这个应该说不影响 对不对 又不是让我们这个公司去做清偿 这个 这个既然是有好处的 那这个没问题 好 接着再来看这个B选项 B选项是甲公司以拖签货款为由 对这个丙公司提起的诉讼 好 你注意到 这块是甲在告其他的人 甲在告其他的人 那这块其他的人 相应的去还这个货款 还这个货款 那也是还给这个甲的呀 那这个还给甲 又不是我们的甲 在做个别清偿 所以这个啊 大家知道 也是可以打这个官司的 好 然后再来看这块的C选项 C选项是债权丁 以甲公司股东物 与甲公司反而人格 严重混同为由 这个时候主张物 去直接承担责任 我说物一旦清偿了 就相当于是甲公司做了清偿 甲公司做清偿 这个叫个别清偿 所以这种是不允许的 好 接着再来看D选项 甲公司以总经理 跟违反经验禁止为由 主张其返还不当的利益 这块是让总经理 去进行返还 那这个甲公司 是得到了好处的呀 他不是在做个别清偿呀 所以这条的话 官司也是可以打的 所以问到的是 哪个属于个别清偿 那哪个属于个别清偿呀 你很明显发现就只有C 是属于个别清偿的范畴的 好 那这个做完了之后 下面再来一道题 债权甲于14年3月11号 向法院提起要求 甲公司破产的申请 那这个法院于 3月14号通知乙公司 那于3月27日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了 问哪个说法是错误的 好 那这个A选项 说乙公司于3月30号 对秉公司债权的清偿是无效的 注意到受理破产申请的时间 是3月27号 好 那你到3月30号 再去对秉公司的债权做清偿 这个是个别清偿 对吧 破产设理之后 再去做个别清偿 个别清偿是无效的 对的 接着B选项 2月7日 对乙公司财产 实施的保全措施 应于解除 一旦受理了破产 这块保全措施 确实应于解除 然后C选项 丁公司对乙公司提起的 个别清偿诉讼 尚未终结 尚未终结 那现在还在省的过程中 那这个省的过程中 现在要暂时的停下来 这个确实得暂时的停下来 然后往下 然后往下 3月27日之后 有关乙公司的明示诉讼 所有的法院都不再受理了 那这个又不是在说 个别清偿诉讼 个别清偿诉讼 才不受理 这块如果是 这种常规的诉讼 常规的诉讼 那应该说是由受理破产 申请了人民法院 去做案件的管辖的 所以此处说不再受理 那这个显然就错了 这个错误的 不就是我们此处的递选项了吗 好 那这个给大家都分析完毕了 那其实破产数理的效力 咱们也就讲完了 这个破产数理的效力 我们一共讲了四个方面的事 第一个方面 就是给大家谈到了 对相关人员的影响 这个相关人员 就既有我们的债权人 也有债务人 还有次债务人 核心点就在于 对于债权人 个别清偿 是无效的 除非是有财产担保的 那债务人这块的话 我们主要说到了 那些相关人员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得去 列习债权会议啦 这块是不得离开 诸所地的呀 还有就是不可以到 其他的企业去任 董监高之类的 那同时得分清楚 是绝对静止 还是相对静止 好 然后这个针对次债务人 一定要记得 他这个还债 得向管理人去还才对 好 然后学完这项之后 我们又讲到了 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那这个时候 是由管理人去做选择的 那什么情况 视为是解除 我们讲到了三种 视为解除的情况 然后呢 然后大家就知道 有些情况 我们的选择权是受限的 那受限的话 哪些情况 只能继续 那你得想一下 三种情况 是只能继续的 然后还得知道 这块选择解除 选择继续 它如果带来损失 这个申报的 这个顺位是不一样的 如果选择解除的话 它是普债 选择继续的话 这个是公益债务 好 这个是针对 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 然后呢 是保全措施 保全措施 四个字叫应当解除 然后最后就是诉讼 诉讼的话 得分是 常规的诉讼 还是个别清常诉讼 个别清常诉讼 你就想到了 那个代表权诉讼的 那个感觉 对不对 其中常规诉讼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分成了 三个不同的阶段呀 我前面是有手画图 总结过的 然后个别清常诉讼 我也有一个总结 就是那个表格 还记得吧 所以这块的话 把我之前做的总结 填到其中 那其实我们这个效率部分 也就算是完满了 所以这个点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